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们呢 多一点的力量 就是每天早上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工作以后 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呢 就跟伙伴们沟通这样 可能这样会到半夜 两三点 三四点 就是报纸都开始发了 我在如心事业虽然我也 可能工作到很晚 但是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事业 而且我在付出的过程当中是很快乐的 因为我知道我都在为我自己的事业 就是创造更多更好的未来 我爸爸的传统事业呢 因为他是做营造业的 那个资金通常就是几千万上亿的都有 在我从小到大过程当中 也看过他就是非常辛苦的时候 当我遇到如心这个事业 我发现 哇 一个这么好的创业 他需要你付出的东西 只有努力而已 我会跟上级的伙伴合作 然后也会跟下级伙伴合作 我觉得我的伙伴更能够去发挥他们的特长 所以我们有一群一体经营的好朋友 就是大家都就是很快的在如心做出结果来 然后所以就让心境的伙伴呢 也可以在这个事业当中看到希望 就是我很喜欢有个人的生活 也很喜欢探索世界 透过如心事业呢 有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财务基础之后 跟我老公结完婚以后 我们就去环游世界了四百天这样 整个行程大概去了十几个国家 就是就算我们人在国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手机 透过网路 就能把这个事业处理得很好了 实现我们就是可能年轻时候的梦想 培养我自己各式各样想做的事情这样子 现在嘛就是一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了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透过Podcast这个频道 就是分享一些我的经验 在事业当中经营这么长时间 很多的想法 然后怎么样子是可以让人生过得更好的 我很感谢我自己呢 在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呢 选择了如心这个事业 然后到现在呢 可以让我过着就是我当初所想的 就是非凡自由的 然后可以掌控自己人生的这样的生活 我觉得呢 大家要可以勇敢的就是去追梦 敢于与众不同 然后你真的去坚持了 坚持到底呢 你一定会过上你想要的人生的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 求学比较顺利的学生 念自由班或是保送第一志愿 排大毕业之后 也是很自然很合理的 就申请美国的研究所 那时候也申请到了 那有个高同学打给我 然后跟我说他在经营 也跟我分享了如心这个事业 那我听了之后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那时候决定要做的时候 其实也是吓坏了周边的人这样 我是一个很害怕 别人跟我买东西的人 所以当别人看起来 好像快要想要跟我买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回避话题 或是赶快约下次见面之类的 所以最后就产生了 连续帮三十个人试用产品 而没有卖出任何一个东西 那现在讲起来当然是很好笑 其实那时候都是 每天以泪洗面 不过因为前期这些 毕竟也都只是过程 走过去之后 我渐渐也看到了 自己的能力的提升 那周遭的朋友包括家人 都也真的也看到 我的生活状态的改变和不同 所以他们本来的担心 也渐渐变成放心和认同 New Team带给我的除了家人 更好的生活品质之外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带给我 很多方面的人生自主权 包括时间上的 包括心灵上的 旅游的话这几年真的是 走遍全世界五大洲 四五十个国家 一百三十以上的城市 那当然其中有一半 都是New Team带我去的 去法国公司有包下 凡尔赛宫办晚宴 这个是让我觉得 印象最深刻 看他也还做得不错啦 然后就开始 可以带我们到处去玩啦 就跟着玩啦 关New Skin公司的有26次 我印象最深刻 就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罗浮公司包厂进去的 所以我们一进去 那个蒙拉丽莎 本来不是都是人籍人嘛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第一批进去 然后就是可以尽情的拍照 印象比较深刻 应该是到那个夏威夷 租那个厂房车 然后打开会打开 然后要关不会关 然后就一直开 开回来整个头皮都化 头皮化嘛 我常带小孩参加 学龄前的课程 当然对他来说 可能是像玩 可是其实他每天 都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对一个妈妈来说 其实是很甜蜜 又很珍贵的一个过程 毕竟他是不会重来的 其实妈妈这个角色 他是很复杂的 当然会给小孩很多的爱 你会想要很投入在这个角色 但如果你的生活当中 只有这一个角色的话 其实他又是不快乐 而且很无聊的 所以我觉得 NuTing这个平台 很棒的就是说 他让所有的妈妈 在这个平台上 都有一个机会 充分地运用 弹性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但是也依然可以 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 来成就我们的国际事业 我觉得人生本来就不容易 那在努力的 冲刺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更多的艰难 那我觉得可以做的呢 就是真的每一天 多看自己有的 会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然后在每一天 为自己多走的一小步 多做的一点小事情 加油和喝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快乐的 不快乐的 痛快的 痛苦的 都用力地享受它 哇 这个时尚女王真的不是盖的 我们非常恭喜丽萍 她的这个气场非常强 恭喜她成为了 二阶创业名人 其实我刚刚看了以上这两位 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第一个就是高学历 第二个都是高颜值 但是呢 在高学历又高颜值的情况之下 他们其实人生有非常多的 康庄大道可以选 但最后他们选择了 加入New Skin的这个事业 那其实我就会想到说 如果说未来 无论你是要社会新鲜人啊 或者是你是要中年转职